我們要說的就是康瑞颱風 現在已經來到我們的家門口了 我們如果透過氣象署 這一報最新的一個警報區域圖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康瑞颱風的暴風圈 已經非常接近到 我們恆春半島的陸地 預計在今天晚上 將近8點到9點的時候 整個的一個暴風圈 就會觸碰到恆春的陸地 要聽你說過 觀眾朋友從這個時間點開始 慢慢的它的一個環流雲系移進來 從整個花蓮 台東 其實整個風雨 都會開始逐步明顯掙扎起來 另外隨著整個暴風圈 逐漸進來的時候 預計在明天的下半天開始 一直到禮拜四 也就是明天的晚上 其實整個暴風圈 都是籠罩在全台灣的 也因此在明天的下半天開始 可以說是這一個影響過程 風雨最劇烈的一個時候 為什麼要說這個颱風 我們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 最主要我們就從色調的衛星雲圖 帶大家一起來看 你從色調的長畫的衛星雲圖當中 可以看到這個康瑞颱風 它的一個環流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寬廣 而且它的環流雲系 你可以看到慢慢的 已經逐步的都在移路 到我們的東半部地區 尤其這一次 整個東半部可以說是首當其衝 所以氣壽署也特別針對 包括像是在宜蘭花蓮 他們的一個山區的陣雨 都可以來到了1200毫米以上 也因此這樣的一個陣雨 是絕對不能夠輕忽 跟不容小聚的 受到這個環流的影響 開始直播增強之下 其實北部地區跟東半部 從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整個風雨就會開始增加起來 而很多人在問的 就是中南部地區 其實中南部地區 要透過這整個的一個中心 逐漸的從中心開始 登陸到台灣之後 整個的一個風雨 才會逐步開始增加 也因此的明天的下半天開始 中南部的雨 也會逐步的開始強起來 我們這一步就要從影響的時序 來提醒所有觀眾朋友 幾個非常重要的時間點 首先在明天的下午的時候 也就是大概2點鐘的時候 中心會從台東這一帶登陸 從台東這一帶登陸之後 其實整個颱風 就會受到中央山脈的破壞影響 也因此它的減弱速度 會來得比較快 預計到明天 也就是到禮拜五的清晨的時候 慢慢的它就已經開始 脫離到台灣的本島 一直到禮拜五的中午到10點 早上10點到中午的這段時間 暴風圈就會脫離台灣的陸地 但還是要提醒大家 幾件事情從今天晚上 一直到明天清晨 整個的雨會持續 我們就從影響的時間表 帶大家一起來看 從今天晚上開始 其實包括了北北基地區 還有宜蘭花蓮要留意 都會開始轉為強風好雨的形態 另外在台東恆春 也都是有風比較強 雨比較重的情況發生 在整個苗栗到嘉義 以及台南到屏東 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沿海的風勢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開始 就會逐步的增長起來 而且明天清晨在南部地區 尤其台南到屏東 風雨也會開始慢慢掙扎 不過影響墜距的時間 就落在禮拜四到禮拜五 所以四五的風雨又會是如何 我們進一步 再從影響的時程帶大家來看 從影響時程可以看到的話 你可以看到 在整個東半部地區跟南部 其實這一次氣上暑 都是認為會有來到大好雨 甚至超大好雨的等級 主要來說 在整個東半部 就是從明天的早上開始 整個漲雨就會開始累加起來 但是南部地區 南部地區的雨 就要從明天颱風中心 逐步過山之後 到了晚上吹起的是西南風 吹起西南風之後 在整個南部地區的漲雨 也會來到好雨 甚至是大好雨的等級 北部地區要留意 因為隨著整個颱風環流 逐漸進來的影響 其實今天晚上開始 慢慢的都會有 局部好雨的現象發生 而且這樣的雨 會持續到明天一整天 另外隨著颱風中心 逐步出海之後 慢慢減弱下來 在整個禮拜五開始 你可以看到整個漲雨的情況 跟禮拜四比起來 是明顯的趨緩 最主要漲雨 就是在西半部地區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的大雨 但是午後來說的話 天氣就會恢復到 比較好的天氣形態了 以上是這節最新 正在海邊一眼望去 一波波的浪 打上岸邊漸起浪花 水幾乎要噴到岸上 海邊不僅浪高達5米 風也很大 走到街道上空無一人 所有人都待在家裡 不敢隨意外出 因為風大得 幾乎快把人都給吹走 是沒有雨 但是風就是大 然後 所以路上的人 就是滿少的 現在大的情況是很有可能 會把摩托車吹倒的 這裡是綠島 在康瑞颱風來臨前 整座小島都在備戰狀態 有的人門窗緊閉 也有人擔心車子被吹倒 用繩子綁了好幾圈 坐好固定 停船嘛 然後遊客沒有進來 所以就只剩下 就是鄉民的人會過來買 因為大家都防台 然後就待在家裡 然後主要是要把摩托車 停在室內 不然可能 有可能泡水 還有蘭嶼地區 已經可以感受到 外圍環流所帶來的影響 蘭嶼島上風力逐漸增強 沿岸也出現五六米高的海浪 而港口邊一艘艘漁船 也都靠岸不敢出航 因為海上狀況實在不理想 加上已經發佈海上颱風警報 幸福也宣布停班停課 蘭嶼目前的餐廳 基本上大家都休息了 為了因應颱風 那蘭嶼的Seven 是還有一些微波士兵給吃的 就怕後面貨船不開 會沒有物資 幸好前幾天 島上居民們已經先到附近超商 採供食物和日用品 渡過颱風天 台東縣政府也規定 蘭嶼綠島沿線的海岸 漁港等區域範圍 都列為管制區 不可以登山漸行 觀潮 垂吊或捕魚等等 否則可以除五萬元以上 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還 如今康瑞颱風還沒正式登陸 就已經讓離島居民們 狠狠見識到它的威力 東雜新聞地方中心 台東報導 大雨稀利花辣不停在下 黃泥水也跟著從山上到山下 萬如小瀑布一般流個不停 因為颱風的影響之下 在花蓮浴里已經下起了 輕盆大雨 在斜坡上可以看到 泥水是整片的往下流 那麼更要看到旁邊的溝池 全都是上頭山崩地區 流下來的黃泥水 另外在花蓮樂河里 安通地區產業道路 也發生落實攤滑現象 幸好部落頭目協助 才讓部落居民能夠暫時通行 一個小時多吧 主要是把路面清掉 那我車子過得好 所以安全最後擺下去 這回康瑞靠近還沒正式登台 花蓮玉里就已經降下大雨 高僚便橋遭淹沒 讓居民們心中警鈴大響 比較大一點的話 我們就會還是會撤離 就是會比較往鎮上親友家居住 這次一共有無江 新興 永峰 豐南 富南 以及雪田六個村要撤離 其中無江村村民會撤離到無江村辦 其餘人都會到活動中心 將年長的鄉親則會入住民宿 合計是有16人 四到五會到經濟家居住 其他的都到避難所 還有花蓮吉安地區 鄉長親自到吉安 福興五屆要撤出三戶 也安排幸福巴士 在運要離開的居民 還有工程單位緊急清淤 因為就在前幾天 已經有發生山崩 我們前一陣子就是等水退了之後 然後開始清除中間的 那個預期的泥沙的部分 上回颱風 豪雨造成山崩高度約100公尺 溝渠灌滿土石都還來不及處理好 就下康瑞又來 因此一定要清淤 否則會更慘 水甚至會淹到居民家 過去颱風災情 人历历在目 成為居民心中的夢魘 就是康瑞來襲 也讓大家繃緊神經 東新新聞地方中心花蓮報導 康瑞逐漸靠近陽明山 感受明顯風雨交加 大道人都站不穩 但颱風還沒真的抵達 文化大學的風速已經很狂 文化大學後山的風勢 沒再客氣用風速器測 最高每秒10多公尺 換算大約5到6級風 最強陣風還能達到7級 而即便大雨一直下 還是不僅游客想要上山玩的決心 搭遊覽車或是包車上山 碰碰運氣 但運氣沒有很好 像是小遊坑還是一片大雾 什麼景色都看不見 游客半信而歸 大多都只待一下下就下山 還有沒遇過颱風的荷蘭遊客 第一次來台就遇到這情況 興奮之餘也有點害怕 陣進山區雨勢大又起霧 開車能見度變很低 還得要防會有落石 樹倒狀況 山區雨勢風勢不斷 文化大學雖然率先採取遠距上課 但同樣位在山上 國小卻得要冒雨上課 讓不少家長一早感覺相當困擾 康瑞颱風步步逼近 北市陽明山先感受強勁為力 東三新聞生活中心綜合報導